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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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入境助理,一名入境主任,一名審计署的职员 两名外判商,就是说那两个不是公务员 有三个公务员,两个入境署的人,一个是審计署的人 就去拒绝执行林郑政府的政策 我可不可以这么说? 用安心出行,是不是一个林郑政府的政策呢? 当然,大家喜欢叫她做四眼婆也可以 不过我觉得叫代号没什么意思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我也不需要学白衣人集团,新潮民的代号方法 学是没用的 他们是白衣人集团,势力庞大 找了一些网友来,可能会影响到她 提醒我,跟新潮民去说代号吧 我发觉没意思 所以我也不太用 因为那些真的没什么意思 但是你说回来 这一件事 其实政府整了个安心出行 为什么政府部门可以拖一年的时间 去可以填纸 政府里面原来有这么多人 抗拒执行林郑的政策 还是林郑自己也不想搞,用来要向大陆 比如说我不用健康码都弄了个安心出行 其实林郑也不想责行 所以她下面的公务员都一起不责行 到11月1日 中央政府和你这么多的磨擦 是不是 都说你不做A,不做B 其中一件事就是 喂,你填纸仔这件事我怎么接受啊 有事有什么可能追踪到啊 那些资料又有真又有假 是不是啊 你说社会很多人不肯 不肯用安心出行 要填纸仔 那你政府部门呢 在这么多整年里面和中央里面的磨擦 那终于了 你真正要求 入政府部门 不能填纸仔 你作为政府 是不是啊 你林郑政府 是不是应该 以身作质 一早就应该带头不填纸仔呢 但不是 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骂填纸仔这件事 我都骂了很久 是不是啊 我们又拿消费券的时候 喂,那已经将个人私隐给了政府了 是不是啊 那还什么要填纸仔 怕政府拿个人私隐呢 何况政府不可以做一些虚假声明的嘛 喂,我是 这个安心出行 是没有记录的行蹤 可以将你的数据交给 中央数据库 那你说了 香港市民就应该要相信 香港市民不相信了 你公务员也要相信的啊 为什么公务员里面仍然有三个人 是在那里填纸仔 现在不能填 就用假的安心出行呢 而这个安心出行 假的呢 叫安心回家 原来一年前呢 就有些黄丝开发出来啦 那为什么这个安心出行 安心回家这个假APP 政府不去想着去处理它呢 哦,真的在一个手机里 你写安心回家就下载了 是不是啊 那你政府 这个摆明是假安心出行的啊 这个假APP 我觉得可以叫做危害国家安全啊 危害社会安宁啊 因为我现在 要防疫的时候 牵涉国家安全的啊 是不是啊 那你香港周地就出地五地六波 那周地就是这样啊 那为了要防疫 要高水准 应该就要禁止安心回家啦 是不是啊 这个假APP 为什么这个假APP 可以运作一整年 政府又没有作为呢 就是是不是 那个假APP 会不会就是政府内部啊 这个科技局里面 或者下面的资讯科技署 里面自己 那些职员研发的呢 是你黄丝研发的呢 有人说 哎,你不可以骂林郑的啊 骂林郑呢 你反对她连任 等于反对她执行 呃 呃 现在现有的政府职务 呃 但是如果 现在这个林郑政府 不肯执行中央 要求香港做的事情 是不是就是说 呃 我们不能骂林郑 林郑就可以自由叛国呢 哦 林郑现在说 喂 我的安心出行 我是要拖一整年 不 不需要 我们的公务员去实施 那我们就不能骂了 我骂她呢 你何志光骂林郑 说 你 安心出行 都可以 政府部门不用 我这样骂她 那就是我反中乱港 但是林郑呢 给一些 黄丝公务员 跟着呢 就在政府部门填纸仔呢 那就不是反中乱港 香港的情况 和大陆是不同的 香港 这个公务员系统里面 有大量 是英国人训练出来的公务员 这些公务员 黄到出执 是证实了的 这三个人就是黄到出执 诚于 去犯法 他都不任安心出行咯 是不是啊 李家超不是说要严肃处理 就是这三个死定了 多数都是被炒 没有工作 如果我觉得更严厉一点 就告她背誓 告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告她行使居假文书之余 告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是不是啊 基本上是她背誓的嘛 安心出行是个政府政策 公务员应该向我们特区政府 和基本法尽忠的嘛 你不执行林郑的这个政策 那你真是背叛我们 这个中央人民政府啦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就是呢 你怎么恐吓都好 这个安心出行的问题 是显示我们香港 有很多黄丝公务员 对中央政府洋奉阴 他们的洋奉阴 是吧 入政府部门都要填纸仔的 是令到我们想回大陆的人 回不了大陆 我们是愤怒 现在你用国安法凶我嘛 说不准骂嘛 骂嘛 但是中央政府说 喂 香港 基本法写了有言论自由 是不是 喂 我 只是反对林郑连任而已 我没有说反对林郑依法 现在在这个现任期 是按基本法施政啊 你去恐吓我写我就行吗 哼 如果我 如果中央政府 是禁止我们香港人 反对林郑 这个呢 就变成黄丝讲了 中央政府其实就是要独裁啦 专制啦 倒民于口 倒民的口 就好了 是不是 我们中央政府不是那么差嘛 就是如果政府做得不好 我们出声去反对 这个是言论自由 没问题的嘛 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用武力 是不是 我要分裂国家 是不是 我要破坏议会运作 是不是 那些 就颠覆国家政权 又或者是 要搞港独 那就有事咯 我骂林郑 不会犯国安法的 说回黑超 2019年的9月尾 9月头 华记在她的片里面突然骂我 说我啊 真的 蓝雪宝说何志刚 是一个死黄丝来的 那就是华记大约这样骂啊 死了我推介错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华记这么说的时候 我说你公开骂我了 我就公开认了 我说我一向 我以前是黄丝 我一向都认的 2019年9月头 我认我是黄丝的 不过我进过去黄丝 被花生台追杀 被花生台逼害 和泛民结了死仇 所以 我现在做节目是向他们报复 是吧 揭露他们的败坏 这样 那接着呢 华记就约我出来吃饭了 那约你出来吃饭 想着吃一餐饭都没所谓了 是吧 你们好称是建制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哪个打哪个 我一个都不懂 是吧 我原本是黄丝来的 这样呢 出来吃饭的时候 之前 就开了一个WhatsApp group 有小马色图 加上黑超加上华记 即是说呢 黑超 由2019年9月 已经是华记的人 我想说清楚一点点 我一进去男人帮 所以说 无端端被人踢去男人帮 无端端被人踢去男人帮 无端端 小马色图 做张图 就说 哎呀我们四个就是男人帮 我打算 哎呀你们 建制 要 踢我进去 那就进去 以前我骂过共产党 哎呀 你黏我 你可能会 你争取多了view 不论是黑超 不论是小马色图 不论是华记 也好 始终都有个效应的 是互相有帮助 对不对 那么我某个程度上 是我帮了他们三个多一点 我说真话 但是我觉得 哎呀我以前骂过共产党 哎呀亿下建制就是亿 就是我是这样的心态 真的 我骂过嘛 我坏的嘛 是不是 2018年5月之前 我是骂共产党的嘛 骂得多嘛 那欠了共产党嘛 喂 骂错了 怎样将公布过 怎样负罪啊 那 哎呀 有些人黏过来 就黏咯 可能会帮到他的view 就帮咯 就是 我又不是蕭若元 不是黄毓 黄毓文 我当时骂约完黄毓文 跟人做节目呢 就要收钱的 是不是 你这些新KOL 要黄毓文做节目 黄毓文做节目 黄毓文 黄毓文 蕭若元不收钱吗 但是我就说 哎呀 我都不计 就是我想 哎呀 当帮一下你建制 接着呢 黑超呢 就打射脱棍照 介绍梁思韵 给我认识 接着呢 那个男人帮的聚会 就变成了 我们四个要接受梁思韵的访问 当时政坛新秀是没有人认识的 只有几十view而已 这个是事实的 这个频道建立了 但是只有几十view 里面见到 有些建制派人士 譬如说 陈家沛 柯创盛 等等 我见到有些建制派人士 挺有趣的 那梁思韵就说 喂 那之后就约我出来 喂 不如 你帮一下建制选区议会吧 他输硬的 那我就说 哎呀 那帮咯 以前我骂过共产党 哎呀 他们今次 你们都觉得输硬的 我都 和你梁思韵 由 2019年的10月 做到区议会选举 都是一个多月而已 那就是帮你做节目咯 一元都没收 可能那几月 就是说 华记 梁思韵 黑超 都是一堆人来的 加上高重结 全部一堆人 那我就 我就认为 梁思韵呢 认识黑超 不出奇 或者一早在国情班认识 何君尧 不出奇 但是呢 无论如何都好 他们有个人感情 个人什么都好 梁思韵 现在 是选委 是吧 我觉得呢 中央都应该 screen过 他不是白衣人集团 是吧 应该不是的 就是他做得损毁呢 就应该是爱国者的 因为 国家政策 怎么会给些不爱国的人做损毁呢 是不是 但是 梁思韵 黑超 华记 何君尧 是同一个圈的人 那我初初认识的建制呢 全部都是一个圈的 然后华记 是吧 12月左右 又出来了 然后说 约我再见面 那再见面呢 就 哇 那个男人帮呢 有一大堆人了 有李梓敬 又大波man 又高重建 又弄一大堆人了 事但 那我都说 哎 没所谓 那你一大堆 等于 每个人都 可能说 要黏一黏我 可能要帮助他发展 就算了 没所谓 那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呢 我看到那堆人 全部都是一个圈 现在呢 你看到 我和黑超 做了一个这么大的碰撞 在今天 是黑超又打我 华记又打我 他们两个是协作的 但是 黑超就说 支持林郑 连任 华记就说支持刘德华 连任 但是他们两个都同时来打我 黑超说他和华记翻面 甚至订了一个PM来 说华记变叠 但是我不理睬他 所以我不理睬他 变成了他和华记一起打我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现象 黑超呢 他和我说 他呢 其实呢 2016年已经认识了 何君尧的了 他和何君尧呢 真的替他助选了 真的 关系很深 建立了五年了 他和何君尧是分不开的 就是说 你看到何君尧呢 没有和华记翻面呢 黑超都不会真正和华记翻面的 很多都是一些 化考东西 策略来的 那黑超呢 在这两年时间里面 他就看到 梁思韻呢 黏着我做政坛新秀呢 就 可过抬越做越大 有时候就会说一些东西呢 就说一下梁思韻的坏话了 譬如说梁思韻 有一次 请了梁振英 上了政坛新秀 那四个人和CY做节目啦 有陈永恩啦 有李梓敬啦 有梁思韻啦 有梁思韻啦 还有梁振英 是吧 四个 就是梁振英一个人 就对他们三个啦 是不是 那没有叫我去现场 也没有叫黑超的现场 就是我连说一个Hi 向梁振英说Hi的机会都没有 那黑超就打电话来说 哇 梁思韻这么坏啊 就是呢 有这个机会 见梁振英 都不叫我 又不叫你 他很坏的 就是这么说 这个是他说的 他真的有这么说 之后呢 2020年呢 是吧 的中后期了 那我就不暑假了 他就跟我说 肥仔杰呢 行为很不检点 怎么样 搞了很多个女孩 那是他把口跟我说 那是他把口跟我说 他后来我也证实 肥仔杰那个不检点呢 是真的 因为 他那个女朋友 莫尔奇 即是传奇历史呢 也确认是真的 但是那时候呢 我看到啊 我看到啊 鑽奇呢 最早的时候呢 杀上来呢 拳打脚踢 那我就 看到这个现象呢 不知道就女呢 就帮了肥仔杰 我觉得我 后来 黑超告诉我 你帮错人了 那呢 我很后悔 接着我忍了半年左右 我忍了到2020年的11月 我就说 哇 你肥仔杰 你在个圈里这样 那些男女关系这么差 你的拍档刘文杰讲风水 这些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以我需要离开政坛新手 离开政坛新手的主音是这样 明白吗 所以呢 所以 黑超 他煽动我离开政坛新手 但是走了之后呢 他就说 喂 不如我跟你开个台 他就真的这么和我说 他就说 哎 何志光我带你去 这个建制圈那里 那他们很多喝喝吃吃吃场合 我带你去 那 有机会见到中联办的人 那 可能我的心态他可能 又打到的 是吧 又知道的 就是我以前是 罵过共产党的嘛 18年5月之前 心里面都有一点虚的嘛 最好就是 如果中联办有个人见我 和我说 你何志光算了 你以前的东西 我们都不算 那我会舒服点的嘛 那我会舒服点的嘛 心安点的嘛 是吧 那黑超就吃到我这些 的 心理需要 但是 我见他就 呃 由花园走来走去 又去什么去蜜 这样 那我基本上我不觉得呢 就是 因为他带了很多建制的人 给我见嘛 譬如介绍了何 何启明 和我做节目 介绍过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嘛 是工联会的人 是不是 跟着他带过我 我和何启明 加他的助理 上过去他的办公室 那我见到他的办公室 在香港也有几十人 都是有钱仔 那我都想着 喂 他就算 黑超你怎么骑来 怪兽 有时候 又傻奸奸 走去和龙心做节目 有时候走去和Lunch哥做节目 哎 可能有钱太多 傻而已 所以呢 有时候我就忍他 我又在想 哎 男人帮 我有些都翻了面了 好像大波man 好像 华记那样 哎 那我就不想跟你 黑超翻面 哎 跟你黑超翻面 变成好像说 哎 我 好像 跟我做朋友的人 最后都要翻面 因为以前呢 我在 黄思年代呢 我身边和我做节目的人呢 我都试过被 美帝那边拆反嘛 搞我嘛 2017年 搞到我要走去加拿大 躲了一年嘛 就是我不想说 哎 跟你黑超 基本上说 哎 你好像又被我上过你 办公室 看到你的厂 你那个印刷厂 你是厂佬嘛 我看到你有钱 看到你 又说 提供什么利益 我带你去见公联会的人 我带你去 建制一些 A B C 那我都会说 哎 都这么多人头 哎 可能黑超也是 二世祖 是吧 未必有心害我的 不过他自己笨而已 就是我会这么想的 是吧 但是去到最近 就是呢 我见到白衣人的集团 何君尧呢 华记这个就叫做白衣人集团 何君尧 他摆明 就是对着全世界说要杀无赦的嘛 2017年 他对着全世界说 隔壁那个乡视派说杀 他说无赦 其实已经呢 告诉你听 他是白衣人 不过那时候还没见到白衣人出来 但是就是说 哦 他的说话告诉你 他好像有少少黑底 就是你无论你怎样相信何君尧有什么光环都好 是吧 何君尧被人暗杀也好 何君尧被人挖祖坟也好 那个光环很大 但是我告诉你 但是我告诉你 那个乞底还没太强 那这个集团 这堆人 是吧 19年搞了个白衣人事件 是吧 打黑衣人 基本上我和这个集团 不是很妥妥 是吧 和你华记和何君尧一定不妥妥 因为我觉得 你找些白衣人 打暴乱那些泛民黑衣人的话 这个和泛民讲违法大意是没有分别的 我不可以接受 我不可以支持你 这堆人 我和你华记 和你何君尧 这个对抗 主要都是因为白衣人这些事情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容许这个社会 你们说不喜欢法轮功 就可以走去自己用武力去搞他的街站 是不是 和他推推奥奥 这个社会就不成体统 但是何君尧说 杀无射 我和他们不合计 既然不合计 当然是不同方向 但是现在这个集团 找了一个人 长期黏着我 那个叫做黑超 黑超 是不是 事实上 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们 白衣人的一些军师 还是白纸线 我类的 其实他常常扮狠 扮傻 扮懵 实际他很聪明 在华记要打我 因为我扯着那些 说白衣人的时候 他在胡拉乱扯 拉过去星亩网 我都说了 你罵我的事是我老婆替我去监听听 关什么Adam事呢 你说Adam教坏我 还是因为我去了Adam的台 没有帮你搞网台 没有帮你和你一起搞一个新网台 捧你成为损毁 所以你怀陷在心 你见梁思韵做损毁你根本就牙痒痒 你自己做不到 你觉得何志刚可以给你利用 可以搞一个大网台 可以给你上位 你们白衣人集团 19年 可以替外部势力做事 打黑衣人 引爆暴乱 同时都可以替地产商做事 是不是 如果不是你无端端 你黑超为什么会跳去支持林郑呢 很明显就是利益 是不是 我说过那些黑社会 可以 今天打泛民 明天变成泛民 你黑超 你无端端走去支持林郑 但是你在我面前说你去反地产霸权 你在我面前说 哎呀其实 李嘉诚是爱港我国 我说李嘉诚不是 有问题 你立刻改口 现在你无端端又跳去 哎呀我 其实我支持林郑 因为林郑呢 其实就因为他才搞到国安法 你那些东西完全胡拉乱扯 但我只是知道 你和高崇杰说的东西是一样 你背后有一些利益 是你们整个白衣人集团 一贯反反复复的利益 我说完今次 我和李克超是决烈 我为你如果 我什么时候都是这么说 如果有一天 梁思韵去支持 支持林郑连任 我都会骂梁思韵 我不会为到 那个人和我有交情 我就可以纵容他 支持一些地产势力 支持这个 林郑这股 规负我们香港人的 这个集团 林郑连任 令到我们香港人 可能没有屋住 令到我们香港人 可能长期通不了关 谁支持林郑我都会骂 华记说林郑有八成的机会 我就持着来骂 高崇杰说林郑有执行力 我会骂 李克超说你支持林郑 我一样会骂 如果他日 梁思韵都是这样支持林郑连任 我一样会骂 原则是不可以变的 我不可以为我个人的 个人和某些人的友情 去信私 我把口 是要想说一些原则 说一些道理 不可以为到个人的感情 去出卖我自己的原则 我今天骂李克超 和李克超决裂断交 主要因为 你是白衣人集团的一部分 另一件事就是因为 李散林郑 言尽于此 以后不说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